不到长城非好汉 夜游长城惊喜不断 它这个比较有魅力 长城脚下特色美食 吸引众多回头客 反正这肯定是光盘行动了 这有电影啊 孩子可以爬山 而且人比较少 藏在静谧山村中的民宿 到底靠什么引来八方来客 敬请收看今天的生财有道 大家好 我是何宇清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中国最著名的 世界文化遗产长城 巴达岭长城 作为中国长城的代表性段落 已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不到长城非好汉 已经是所有中国人最熟知的一句话 近期 巴达岭长城景区 开启了夜游长城的项目 大大丰富了夜间经济的发展 哇 迎面走来的大象 对 这些是我们专门给大家 把我们在春晚上的万象回春里面的大象 请到我们的现场 主要就是跟游客有一个近距离的接触 让大人和小孩都能感受到自然的这种感觉 音幕降临后 在通往长城的这条文化街上 利用各种沉浸式体验 向游客传播古老长城的新时代文化魅力 一路走来 各种打卡点让游客目不暇接 特别是登上长城之前 更是满满的仪式感 音乐一响起 人群马上聚集了过来 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演出 咱们看看 在下七级光 率众将士 在此立誓 余生死守 北门所悦 仍在城外 护塞外安宁 保家国平安 诸位请登城 主要是给我们一个开城的仪式 给大家一个满满的仪式感 开启我们夜长城的大门 雄伟的长城 仿若一条上古山神竹笼 在层栏叠障的演映下一声辉 伴随灯光 夜由北一楼到北四楼这一段 游客将有不一样的体验 围绕长城文化 严庆区八达岭镇 借此激活了乡村旅游生命力 在长城脚下的石霞村 就有一家人气很旺的餐厅 每逢节假日 都出现一座南球的景象 贺总我看您这今天生意真好啊 好热闹 对对 今天果节人特别多 是吧 到现在你看这等位的 还有二十多桌吧 还有二十多桌 还没开始吃呢 对这都是等位的 这一周五大概您要准备多少桌 一周五我们得准备四十来桌吧 四十多桌 对对得翻四次台 翻四次台 您这一共有多少桌啊 一共就十个桌子 十个桌翻四次台 对对对 这算生意好了吧今天 对应该是生意是好的 节假日我们生意其实都挺好的 那您预计的话 今天这一天的流水能到多少 应该在三万多块钱 这个名为龟水人家的餐厅 一个不大的院子 不过十张桌子 却能吸引来这么多顾客 那大家到底都是为什么而来呢 咱这比较特色的菜 您觉得是哪个 人家就是爬猪脸吗 就是他们的特色菜 对对对 鹤市酱猪脸是鹤宇玲家里祖传的手艺 现在更是延庆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些熙熙攘攘的食客 大部分都是从北京市内专门驱车过来品尝的 最特别的是酱猪脸不光味道鲜美 就连上桌都是满满的仪式感 这个是往轿子里放了一个什么东西 轿子里放的是我们的鹤市酱猪脸 酱猪脸 对对 然后呢 这放在轿子里是要抬着我们的 放在轿子上 放在轿子上 还拜上音乐抬上去 对对对 吃个猪脸这么有仪式感吗 这个 对对 来来来咱看我怎么弄 慢点还有 这是我们的猪脸还有这是火烧 火烧加猪脸 怎么 音乐起 怎么拿着 咱们有 走 这个就是想派的仪式 对 来来来来 拿过来 来 哇 哇 我来接受怀疤 真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哇 花菜呢 凡饭 好嘞 吃藤猪脸 吃 胡瓜吃家猪脸 始于1894 百年传承 酱心味道 吃猪头 一年都有好走到 好 慢用 你们是第一次来这边吗 来好多次了 来好多次了 对 这家是经常过来是不是 他们家猪脸 那您这肯定是每次必点的呗 对 是的 是的 反正就肯定是光盘行动了 光盘行动 每次都能吃光 对 每次都能光盘行动 把清洗好的猪头 倒入密制的卤汤当中 大火炖煮四个小时 再让猪头在热卤汁当中 焖泡八个小时 利用锅里的余温 达到低温慢煮的效果 如此十二个小时下来 酱猪脸会十分的软糯入味 再用盐庆特产火勺夹着猪脸 一口下去让人满口生香 除此之外 这里的食谱面也是一大特色 用油烧的滚烫的鹅卵石 趁热浇上土鸡蛋 让游客吃到的不仅是美味 更是视觉的享受 凭借着餐饮的优势 贺玉玲大大带动了 石峡村的旅游 2015年 她租用了石峡村 闲置的老房子 开办起了时光民宿 咱们基本那个民宿院子都在这条街上 都在这条街上 对对 咱们现在一共有多少个民宿 现在是十二个住宿 五个公共空间 现在是十七个 十二个民宿 它是小院 对 有一间房的院子 两间的院子 三间的院子 四间的院子都有 那您这个规模不小啊 对 咱把这个村的闲置 这房子就都租下来 你带我们进去看看吧 好 这是我们的一号院 是春居小院 哦 来看一下这改造完的院子 哦 是个老院子的感觉 进来之后有一个这个 对 这是都是原来的这个树 乡村树 枣树 这原来是一个老房子 然后咱们改造的 对对对 这是一个几居啊 这是一个三 就等于是三个房间 两个大床一个标间 两个大床一个标间 就是两三间人可以一起住的 对对对 哇 进来看看 这是房间里边 都是那个石头墙 就感觉还挺 这是石虾醋 刚才说吃的是石烹宴 哦 我们竹树也是 这是石光长城 你看以石头为主 以石头为主 石头木头 哦 就是很自然的那个 古古的那个感觉 对对 这就可以看这个古长城嘛 哦 就这一段古长城 对对对 这跟古长城是连着的 哦 我们这个院子 基本上都可以看着长城 那像现在的话 我们现在这个院子 是一个 怎么样的一个收费价格呀 三居的这种 对 我们三居的这个院子 是那个平日呢 就是2380 嗯 周末呢 就是3580 嗯 节假日就是5000多块钱 订的情况怎么样 反正节假日也都订满了 全都订满了 对对啊 平日也都 周末这还是挺多的 除了小院住宿 贺宇玲在村里 还建了咖啡厅和图书馆 这些公共设施 游客来到这里 不仅有吃的 有玩的 还能参与一些民俗活动 来给小朋友发剪刀 哦 一会儿 准备做 准备做剪纸啊 来 我看他们这个 给我看一下行吗 我看一下 对啊 哦 它这个是 已经是红纸 然后这边给贴上花样 对对对 一会儿就剪 对 这完了之后就可以剪了 对对 剪一个小老虎 然后最后给贴在这个 扇面上 对对 你们这个活动经常弄吗 对我们每周都有活动 每周都有活动 对这样 周末来的人都有这种 飞移的手工活动 那个可以做 我们看看 是不是那些 对啊 我们去看一下 对对 这个是那个 这个好 看这个 这一看就是秋天做的那种 对这植物画 春天秋天做这种植物画 对这是植物画 捡来的那个小花小叶子 给它做成这种 对对对 然后这是什么 这是捕老虎 这是捕老虎 捡来的小孩也可以做捕老虎 对啊 这拨的是 蕎麦 对对对 传统的不都是蕎麦 提做的这个捕老虎吗 对 做的还真挺好啊 这个也可以他们参与制作 对对 那你们把布料什么都准备好了 对我们也是就材料包 都缝好的自己装这个蕎麦 自己沾眼睛 做这个 这个资格 这是自己剪 因为所有人做的都不一样 一人做的一个样 一人做一个样 对对对 有笑的有生气的 对对对 有不一样的 我看这还有做大工灯的 对 这也是我们这区里的飞仪做灯的 还手工可以做灯笼 我看这意思就是说 我们现在区里的好多飞仪的项目 在您这是一个集中的一个展示 对对对 小毛的互动的这种 有点像言学的那个感觉似的 对对 是吧 我们这个飞仪其实就是 好多都是飞仪项目 你看那个 咱们吃的是那个飞仪 有市级飞仪 有区级飞仪 我们这手工 其实这活都是 我们的飞仪传承人过来 那个作为老师 教我们这个小孩来做 文化活动丰富了民宿的生活 也让小朋友 有了一个了解本地文化的机会 因此这里的游客 很多都成为了时光民宿的回头客 你好大少医家 你好 你们是今晚住在这边吗 对我们今晚住在这 好你们是第一几次来这边了 我是第二次 然后我们同事我们是第一次来 我们一共是七个家庭 七个家庭 八个孩子 几个院啊 一个院 我们最大的那个院 最大的一个院能住 酒家 酒家 哦 觉得这有什么特别吸引的地方 所以会第二次再来 比较有特色吧 然后主要能解放家长 为什么 孩子可以在这玩 他这有电影啊 孩子可以爬山 而且这人比较少 通过餐饮引流 再加上精品民宿的打造 贺玉玲带动了整个石峡村的旅游 年收入在七百万元以上 游客来到延庆游玩 还有一些藏在山林中的好去处 可以近距离感受大自然的静谧 我们的另一路记者 已经开着车在路上了 其实景色还真的是挺美的 我觉得秋季吧 在北京这个郊区 这个旅游 尤其是在这个延庆区 真的是这个秋天的感觉特别浓 现在我们是进入到一段盘山路了 我们接下来要去的这个地方 就是在这一条盘山路的终点 然后在一个山顶上 在这个盘山路上 我觉得驾驶铁也很好 你看景色非常好 然后整个的树就把这条路包围上了 就会让人情不自禁的 就慢慢的慢慢的 然后走着慢开 好好的现场景色 车行至一个山澳中 就到达了目的地青宿 这家民宿坐落于延庆区大青沟村 整个山澳植被茂盛 森林覆盖率高达98%以上 因为建在一个山澳中 这里可以远离都市喧嚣 让人放松享受大自然的宁静 刚一进村 记者就有了发现 阿姨干嘛去阿姨 捡核桃 捡核桃 捡着了没有 在哪儿捡的 我看看看看 能看看吧 挺累是吧 这个不容易捡 这个真不容易捡 这是刚捡出来的新鲜的核桃 这拿回去干嘛用 吃呗 拿回去吃捡 我以为你要卖的 不卖 自己捡回去吃 一到这个季节就能捡得着吗 能能能 在哪儿捡 在山上沟里头 山上沟里头 远吗 您走的 我走那多半沟 往下走半沟 您是来玩的呀 还是本地人的 这就是您家 这是您家呀 这您家呀 看看您家来 来来来 这是您家呀 这您家开的这民宿是吧 对对 咱俩两个狗 笑一条 不咬人吧 不咬不咬人 这大狗养得真好 这大个 哇 哇 这全是一天捡的 不是 啊 这天呢 这是吃的还是盘的 吃的 吃的 捡着玩呗 对 锻炼身体呀 是 您家在这住 那这 整个这边区域 这个民宿这边都是您家 对 严秀军和老伴张俊国 就是这家民宿的主人 他们都是这里土生土长的 随便建 随着好多村民搬出大山 这里的房子闲置下来 于是张家的几兄弟把老房翻新 干起了民宿 这里的民宿与别的地方最大的不同 就是少了很多商业气息 多了很多人情味 走在村里都是自家亲戚 随便你创个门聊聊天 摘个水果吃 一切都自然随意 让本村人带着你到林子里转转 就是最接地气的玩法 你们也上山不 我们也上山 咱一块是吧 走走走走 一块上山 你看这山到底都有什么 就这感觉 就是本来以为是我和大哥一起上山 但是走着走着 你能遇上一群人 这沿路就捡人 咱们就上山 您上山什么工具都不拿 这是麻河头 我带一把树茧 带个什么 树茧 检树用的 就带个这个就上山了 其实是带把林刀 那现在呢 就带个这个就能上山 对 没事 没事 一看这是职业上山人的 这有什么 前面是板栗 板栗 这是板栗树 对 板栗 这是板栗啊 我投一次去 扎手扎 怎么拿下来啊 你这个 哎呦 吓我一跳 给我瞅瞅 真没见过 这要拿怎么拿的 平常捡 带枝一起捡下来 对 不捡下来 要是收了 要拿干的枯 现在不是还没收的吗 没收的 它这里的板栗树 我给你割地 我给你挖开 这正常是什么时候能 再有十天以后就差不多了 现在如果要采下来 可以吃吗 嗯 能吃 可以吃是吧 嘿 这不没收了 还掰的 哦哦 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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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了 炸手不容易 哇 真是不能用手 不能收了 没收了 没经验 没经验 太没经验了 这不是 这是板栗籽 这个是 哦 手里药就红色了 现在不是没收吗 那能吃吗 现在 现在能吃 嫩 也能吃是吧 黏棒 它外面还有一层 板栗 外面还有一层皮呢 嗯 没事 能吃 小伙子给你 我给你包 你挺甜 山上大片的板栗树 原本是村民们种植的经济作物 自从开办民宿以来 便成了游客们来这里体验的项目 特别是带孩子来这里的人 最喜欢跟随张大哥上山 有的吃 有的玩 还能增长见识 秋天的山林里各种果实成熟 不过很多东西 都掩藏在游客发现不了的地方 又在找东西了 不一定能发现什么 嗯 嗯 这就是野生核桃 野生核桃 这都过去吗 能打油 这可真是 这可真是野生的核桃啊 你瞅瞅这条路啊 你也慢点啊 慢点 看地上还不少了 地上就有 哎 对 哎 呦 呵 你 呵呵 哦 看着了 有了 在这儿呢 看看 这这个黄色的就是吧 对 这都是 嘿 这就是 捡几个 哎 这还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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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 哇 就是一会儿捡了多少 你看看 这不少这个 捡了这么多 这就是核桃的不同形态了 山核桃 山核桃是吧 对 山核桃 哎 想获取什么信息 大自然都会给你回馈的 哈哈 都是到这大自然里头来的人 看看 这个等于是 在核桃上掉下来的吗 对 就是熟了以后自己掉了 熟了之后 嗯 刚熟 掉下来是这样的 外边有一层果肉 是吧 然后时间长了之后呢 你看看 里边是这样的了 发黑了 在青树这里 无论是山上 还是民宿的园区 随处可以感受到秋天的收获 地上亮晒的葵花籽 朔果雷雷的桃树 就连小菜园里的东西 游客都可以采摘品尝 不过 来到这里 最特色的美食 到底是什么呢 咱们民宿的特色菜 就是全水鱼 全水鱼 像咱们那个水库这么大 这个水库六七米深 这个水质也好 养的鱼也是 在这里头是专门养的鱼吗 嗯 是 咱们从小养子大的 这个鱼都是 哦 全水鱼 一直是全水鱼 那这水是从哪来的呀 鱼 水是从山上 全水淹下来的 直接淹上来的 哦 淹下来的 所以您这叫 四流嘛 哦 全水鱼 对对对 它是全水 这里头都养的是有什么鱼 这里边什么红尊呀 嗯 鲤鱼啊 嗯 鱼鱼啊 因为说咱们这个 里边的鱼种挺全的 白莲胖头呀 鸡鱼啊 啊 现在这个鱼品种挺全 有时候钓上来 直接就放在网巷里边 哦 放在网巷里 哇 那我帮你啊 从这起啊 对 我这网巷地了去 哦 来我看我能不能捞着 来 你你捞着网巷 我捞个鱼 哎呦 哎呦 哎 这想吃鱼还太不容易了吧 哎 有了 哎 哎 哎 反正捞行不行 哎 反正捞不行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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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来了 来了来了 有 我 哈哈哈哈 感谢您的配合是吧 哈哈哈哈 两条够不啊 够够够 这就是拿到后厨去啊 对 拿到后厨去 新鲜的鲤鱼 经过油炸 再放到铁锅里熬炖四十分钟 柴火炖出的鱼吃的就是纯朴自然的味道 除此之外 各色铁锅炖烧烤都让这里的游客赞不绝口 不像一般在城里面那种烧烤电火烤的 嗯 还是有炭火的味道 嗯 你这是第一次到这儿来吃到这个串啊 对 烧烤倒是真是第一次 我来了好多次 但是烧烤真是第一次 哎呀 是不是赶上了吗 对 赶上了赶上了 太好了 除了一系列活动之外 这里最特别的就是民宿的设计 园区里的九个小院 每个小院可以独立存在 又通过二层的连廊相互勾连在一起 可私密 可开放 错落有致 走在其中就仿佛进入了一个迷宫一样 这里面可是藏着设计者的巧思 我认为迷宫其实是一种价值 就是这样你会让以前单料的空间变丰富 也会让以前不可游的空间变得可游 我们叫可行可居可游 但人家来乡村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是呼吸户外的 是有院子 是有树 是有天 是有山有水 所以一定要把室内外的空间 做足够的丰富 足够的结合 优美的环境 颇具巧思的民宿设计 再加上浓浓的人情味 青宿的生意越来越好 很多游客都觉得 来到这儿就像回家一样 知道这里的人也越来越多 周六日可源还是很好的 多的时候能来多少人呢 最多时候七八十人 一百来人 一百来人 所以有一次 今年五一 整个都住满了 一百二十多人 虽然隐藏在山林中 但是凭借着好口碑 倾诉年收入在五六百万元以上 追求精进自然 无拘无束的游客 这里无疑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